仔细看 她的出生给世界染上了无法抹去的阴霾 她仿若地狱归来的厉鬼 杀人如麻 仗势行凶 就是这样的一个姑娘 大家都称她为大安第一恶犬 为何这恶犬如此放肆却无人敢管 这恶犬偏偏是当朝第一凶神洛将军最疼爱的的二名 洛小隐侍也 她出现了 带着她痴人不眨眼的走狗军队走来了 众人吓得四散而逃 她却突然将众人都叫住 踩着侍从的背 高傲地走了下来 前方接口疯资最为卓绝的公子便是她要找的人 据说上次这位恶女出街 看上了的公子不堪受辱 咬舌自尽 而这次她直接下令 把这位公子带回她府上 但公子并没有理会 被晾在一边的洛小隐杆大的脚趾扣地 她只好亲自调戏起面前的公子 难道是想她亲自动手吗 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即使在古代 像这样的女流氓也是很多的 这个场景上次看到还是恶霸抢抢名女 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我们的洛小隐 此时的帅哥正在被我们的恶女洛小隐调戏 她一边挑逗她 一边希望帅哥接几句台词 不管是辱骂她也好 还是殴打 巩固一下恶女人设也是好的 围观的众人更是惊呆了 当街调戏梁家富男 这个少女可以说是十分猖狂 还要叫着下人把这个帅哥打包带走 洛小隐妖娃娃的身姿配合绝美的容忍 霸气地宣布了帅哥的归属权 如此直接的搭讪要很多人受不了 她就越兴奋 小帅哥要她自重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恶女人设可不是一两天了 说着就去拨弄帅哥的衣领 不过围观的众人莫名觉得这个坏女人 和这个帅哥很配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三观跟着五观走吗 帅哥却不愿意了 她大发雷霆推开了洛小隐 她本就是一个恶人 怎么可能被人欺负 还是当着这么多下人的面被推开 随即就要下人把帅哥绑了 其料这次属实是碰到硬查了 帅哥竟然是丞相府长孙陆静 一时间关于他的传闻涌上心头 他是当朝丞相的敌长孙陆静 才华巴斗 是天下书生的楷模 殊不知背后 他还是有着众多手下的门主 是一个不好惹的存在 此时的洛小隐内心开心极了 只要他写些文章骂他 他就能扬名天下了 洛小隐天天演戏可是很辛苦的 能有这样的人帮助他 还是很开心的 于是洛小隐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扬言即使是皇子 也要抬回家去 他洛小隐今天就要尝尝 关家公子的味道 陆静也不是好惹的 他威胁洛小隐 要将此事上城陛下 直接致他父亲洛将军的罪 要他洛家罢官夺决 洛小隐根本不在 他倚靠的是当今太后 就在两人争强斗狠时 突然洛小隐脚下一滑 陆静想去拉他 洛小隐也顺手拉住陆静的衣领 他们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亲到了一起 洛小隐十分气愤 因为这是他的初恶 挣脱之后 只好委屈作罢 将军府的恶女洛小隐 终于遇到对手了 在被亲了一口之后 洛小隐十分气愤 因为那是自己的初恶 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洛小隐决定装晕 让下人抬回家 在众人的议论之中 陆静也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卸下伪装 露出真实的自己 俨然是众多手下参见的民主 他稳坐中间 给手下安排任务 他对恶女洛小隐十分感兴趣 便派出自己的手下去到查 而在另一边的将军府中 洛小隐痛哭流涕 自己被亲了一滴 就落荒而逃 真的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自己明明是一个软妹子 却每天都要演坏人 原来是当年大安连续死了两个 眼看天下大乱 白太后拿出遗诏 垂帘听政 扶持右主攻击 但是白氏扶持外妻 马氏朝政 更是排除一击 为了保存军队力量 洛家假意投靠太后 实际上是保皇党的力量 其中一半子弟沦为暗齐 就是暗中积蓄立 所以每个人出生都有人设 而洛小隐的人设就是恶 此时的洛小隐 正在抱着老爷的大肚痛哭 因为自己的人设 更是因为今天失去的错 原来大家都知道 自己被亲的事情了 这要洛小隐更加难为情了 不管怎么样 洛小隐此时只想撂挑子 父亲在安慰洛小隐 时不小心说漏嘴 宣称路径不是外奋 洛小隐一脸猛逼 刚想问清楚 父亲撒腿做跑 按照父亲的计划 洛小隐18年以后才能做自己 此时他的心情十分的低落 毕竟自己18年以后就年老如黄了 还能做些什么 无奈洛小隐只能在夜里出没 给白天下道的洋葱头大哥 送未问津 此时的洋葱头大哥满眼金光 很是开心 因为每次被洛小隐欺负 都能收到金钱 洛小隐已经没有了恶女的部分 他多希望太后倒台 然后早日做回自己 天空一道流星划过 洛小隐抓紧许愿 就在准备闭眼时 一个黑洞洞的口袋从天而降 两个人直接把洛小隐 绑进口袋里带走了 口袋里的洛小隐十分害怕 口袋打开之后 洛小隐看到了一群大汉 他们身材魁梧 样子十分的恐怖 洛小隐害怕极了 难道是被自己祸害过的百姓来许愁 就在疑惑之时 众人纷纷下跪 大呼参见猛警 洛小隐愣在原地 不知所谓 从麻袋里出来的洛小隐更害怕了 一群武林高手围着自己 武林八怪正在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 将军府的大公子总算被他们找到了 他们误把此时的洛小隐 当成了他的哥哥洛无印 以为将军府的大公子 喜欢男扮女装 武林人士表示自己都懂 他们认同盟主的所有爱好 更不会横加干涉的 当天盟主洛无印 擂台上的英勇举措 征服了所有的人 面对着众人的吹捧 此时的洛小隐直接不知所措 自己的哥哥洛无印前阵子离家出走了 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原来是洛无印要强拆擂台为止 但是当时在举行盟主比赛 他穿金带银的出现 每一件饰品都看起来价值不诶 众人直呼遇到了大台主 为了留住这个金主爸爸 他们计划故意输给洛无印 洛无印稀里糊涂当上了盟主 听到这里的洛小隐明白了 误会一场 自己可不是洛无印 为了这场比武 各个门派都付出了很多 大家纷纷下跪 要求洛小隐不能放弃他们 洛小隐十分了解自己的哥哥 自己的哥哥最恨为鉴 武功又不好 怎能会去打擂台呢 看到众人苦苦相逼 洛小隐内心十分挣扎 但是想到自己做一个盟主也不错 于是直接选择了答应 从此以后 我洛无印就是武林盟主了 深夜之中 武林盟十分混乱 众人在追捕一名贼人 眼看贼人就要逃跑 武林盟众人却不知道如何追捕 陆静坐在房顶磕着瓜子 看着眼睛的一切 十分的感慨 老盟主在的时候 武林盟可是十分强大 自己怎么可能轻易就进来了 连抓捕一个毛贼都如此费力 真是没落 说着就进去了洛无印的房间 洛小隐听见动作 直接就对来人全打脚踢 此刻的陆静以为洛小隐就是洛无印 特地来叫他不要躺武林盟这趟浑水 陆静定睛一看突然笑得满地打滚 嘲笑洛无印 为了离家出走穿女装 他捏着洛小隐的脸 一边感慨他的女装还是挺美的 一边开始欣赏他的妆容 洛小隐此时已经无语了 自己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打也打不过眼前的陆静 陆静眼神往下一瞟 十分好奇一个男生 是怎么做到这样逼真的凶独 伸手就要去抓 一把扯散了他的衣服 看到了洛小隐本来的样子 一个娇羞的美少女摔倒在地 这个男人一见面就扒掉了女孩的衣服 一个娇羞的美少女摔倒在地 她居然真是女孩子 眼看洛小隐要求救 陆静捂住了她的嘴巴 但洛小隐岂能受辱 直接用力咬住陆静的手 用牙齿发泄自己的愤怒 陆静这才看清 她就是白天欺负自己的落恶犬 小小年纪竟然有两幅面孔 陆静忍受着洛小隐的撕咬 一边淡定地解释说 她认识洛小隐的哥哥 洛小隐才不管那么多 采花贼居然敢说自己是好人 自己衣服都被她脱了 自己的清白怎么办 娘亲曾说自己的身体 只能给夫君看 说着便要陆静还她清白 陆静接下来的做法让人震惊 她直接脱掉了外套 露出了自己的发魁腹肌 宣称要用自己的清白 来补偿洛小隐 看着眼前的一切 洛小隐十分地害怕 陆静一边脱掉自己的上衣 一边向洛小隐靠近 面对陆静的流氓形 洛小隐想爆关 又害怕自己的人设崩塌 此时洛小隐大脑一片空白 到底应该怎么办 不要过来呀 陆静光着上身 她把洛小隐逼到墙角 此时的陆静多了一次邪魅的气质 听洛小隐说要去爆关 陆静更加兴奋了 京城第一恶犬洛小隐 竟然要去爆关 简直是笑话了 白天嚣张跋扈的洛小隐 晚上却是这种状态 就算拼着以后的人设不要 洛小隐还是要去爆关 洛小隐正脱开来 她把被子扔给陆静 让她穿好衣服 面对洛小隐的可爱举动 陆静忍俊不惊 上前把洛小隐压在身上 面对洛小隐的可爱举动 陆静忍俊不惊 上前把洛小隐压在身上 洛小隐双脸通红 一边被陆静的身材迷惑 一边又觉得对不起爹娘 和自己的未婚夫 此时陆静却说自己的身体 也被未婚妻以外的人看 她捏着洛小隐的下巴 要洛小隐裁缠她 在陆静说出干脆她俩成亲 以此保住两人清白的时候 洛小隐决定给陆静上一课 她一拳把陆静击飞 此时门外的人 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 但他们以为盟主在恋了妇女 面对这种无视婚约的人 洛小隐十分愤怒 身为女孩子 她自幼体会到女主 从小学习刺绣化妆弹琴的不愉 她怎么能这么不把女性晃进 何况自己辛辛苦苦 包装了那么多年的情 说被我最后 而此时的陆静心理 已经卡定了就 面对自己的婚约 她似乎真的要回约了 月光之下的武林盟格外的安静 陆静收起了那副花花公子的模样 她微笑着对着洛小隐说 要当她的未婚夫 洛小隐一边想着武林盟里 都是大骗子 关键时刻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一边后悔 自己不应该做这个盟主 陆静在一旁坏笑 洛小隐气急了 奇怪别人还在想 娘亲没教过你不能欺负你的孩子 陆静故意装可怜说自己没有女 陆静心理 陆静心理 脑洞大开 瞬间化身八卦之道 是幼年师母 还是豪门争端 是幼年师母 还是豪门争端 在问到父亲的时候 陆静表示 丞相辅家大业大 父亲和祖父也不怎么理他 有时候还会折磨他 陆静此时十分同情 难怪陆静没脸没皮 原来是没人教头 刚才那些行为都是他二叔教的 他以为对女孩子本该如此 这时洛小隐十分同情 他握住陆静的手向陆静道歉 并决定要做陆静的娘 教他礼仪廉耻 成为京城第一好男人 对于洛小隐突然的母爱犯案 陆静表示不懂洛家家训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说着洛小隐就要和陆静签订母子契约 陆静对于这样的母子关系表示十分的新奇 笑了好一会 洛小隐还以为陆静是因为有妈妈而开心 陆静突然捧过洛小隐的脸 问洛小隐真的只想当年轻 而不是另外一种关系 或许可以成为他生命中的另外一种人 陆静摸着洛小隐的脸 想来一个亲密的亲亲把他拿下 但是洛小隐直接一拳打消了陆静的这个想法 真是个不孝子 敢这么和他这个娘讲话 自己的哥哥洛无印见到他们的娘 可是一个屁都不敢放的 他们在洛小隐回头却发现陆静不见踪影 自己的儿子丢了 事情就不简单了 连忙下令去找儿子 手下奉命全力寻找 海花贼愣在原地 这就没人管了 最后趁机逃跑 眼看着天要亮了 洛小隐才想起该回家了 镇远将军府中 夫人十分愤怒 洛府家娇三严 夜不归宿可是大忌 洛小隐想偷偷溜进去 却逃不过夫人的法眼 将军和夫人严厉呵斥 眼看就要请家法了 洛小隐现场编了一个借口 声称自己送钱后祈福睡着 在房梁上渡了一夜 白天从房顶滚落 这才一山不整 母亲想着她应该不敢 做出什么触格的事情 就随便给个惩罚 掌掌记性 命令洛小隐秀 一百伏家归 便利爆发洛小隐的嚎叫 要命吗 一百伏家归 将军府二小姐母胎单身一百年 却让他爹帮忙找儿子 老爹一脸蒙语 质问他昨晚消失了一宿 都发生了什么事 洛小隐刚说到武林盟 把他绑架二字 他爹爹就弃成潇洒歌 准备拔剑荡品武林盟 洛小隐赶紧解释 要怪就怪落无印 没事找事当上武林盟主 又不想负责直接跑路 结果他被误认成落无印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怪他俩长得太像了 他爹听完 就要去把那个只会添乱的臭小子 绑回来揍一顿 可再怎么说 那也是他爹的亲儿子 而且 他家不是一直在找那失踪的表哥吗 现在招了这么久 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找 那就是江湖上 所以武林盟主 不就是个天赐的机缘吗 虽说此话有理 但他爹还是不放心 洛小隐使用三十六级只拍马屁 把他爹捧上了天 他决定用哥哥的身份闯荡江湖 暗地里有爹爹的保护 一定没问题的 他爹无奈答应 此时婢女突然闯进来 大叫着 前几日被他调戏过的路径给他写诗了 虽然这诗他有点看不懂 但应该是在骂他吧 不过有了陆对对亲自下场 他的恶名终于马上名扬天下了 那么现在就去会回那陆大公子 原来男孩子的胸 也可以这么软了 此时的西街茶楼内 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这么一个大耳瓜子 此人就是齐王柿子江山 这红肿的脸颊可没少招人侧目 甚至连江山家里都要求他不可败坏的家风 严令他赶快去姑娘门上提亲 然而这哪是姑娘打的 手印是出自一个男人 骆小颖的哥哥 骆无印之手 听到这里 陆静先是一愣 突然小拳拳疯狂垂打着桌子 爆发出给给给的笑声 气得江山直接告辞 为了避免有劲 陆静忍笑问起事情的缘由 陆静忍笑问起事情的缘由 江山平静地说自己摸了骆无印的胸 此话一出 惊得陆静连茶袋水一口喷了出来 赶紧捂住了胸口 生怕自己也丢了针结 江山恼羞成怒 讲起事发经过 当时二人一起喝酒 江山打去骆无印一杯就醉 娇滴滴的模样像极了小姑娘 骆无印借着酒尖一把 扯开身上的衣巾 让江山感受下自己男子气概 江山按照要求 顺势伸手就摸了上去 还不自觉地捏了一下 结果 他脸上喜提红手印一枚的同时 荣获了流氓称号 然而还没回过神来 陆无印就跑了 陆静一脸兴奋化身吃瓜群众 追问后来情况 江山暴怒 禁止陆静继续八卦 让他赶紧找人 要求陆静一个月内 必须要把打了自己 还离家出走的陆无印找回来 就在这时 楼下一样的骚乱声惊动了二人 这个恶女 准备上街去找陆静麻烦 但他却故意避开 陆静所在街道 只因为他的恶女形象 是伪装出来的 西街大街上 骆小颖的出现 引得众人鸡犬不宁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表面 想要寻找实际想要 极力避开的陆静 此时 正在楼顶注视着他 陆静突然不怀好意地 盯着身边的江山 揪着江山的领子 一眼将他扑倒 扒了他的衣服便离去 只留江山一人在地上蠕动 大街上 寻找着陆静 生怕大家不知道 他要找陆静的麻烦 正在骆小颖对自己的计划 洋洋得意之时 陆静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正在骆小颖对自己的计划 洋洋得意之时 陆静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给骆小颖吓得嚎啕大哭 丫鬟看骆小颖 马上绷不住了 立马提醒他要冷静 骆小颖强行镇定 先发致人 指责骆静写信如 他落实门峰 陆静回怼说骆将决 纵女行凶 洋小颖挑衅说道 既然陆大公子将他批判了 识恶不赦 那他便要坐实这些恶事 陆静听后 开始骂起洋小颖的爹娘 给洋小颖直接惹毛了 还没等陆静反应过来 洋小颖使用铁头弓 直接给陆静撞的不省人事 身边的吃瓜群众 惊呼洋小颖将陆静打死了 此时 洋小颖才反应过来 不会吧 陆静被我打死了 小朋友 你是否遇到 注意看 这个女人以为撞死了陆公子陆静 在自责 自责原因 却是害怕暴露了自己会武功的事情 为何不能让人知道 她有在偷偷练武 只因她的母亲 对于女儿练武一事 深恶痛绝 若是家族中的女儿 世代被称为母劳 所以 她一直希望能养出一个大家闺秀 但是她第一个女儿 跟着父亲练武 练出卓绝理想 一生只想高枪棍棒 第二个女儿 也跟着父亲练武 练出一度坏手 钻研各种机关 终于第三个女儿 被母亲 以命相逼放弃学武 正以为有了一个温柔正常的女儿 但这个可怜的女人 不知 终于第三个女儿 被母亲 以命相逼放弃学武 正以为有了一个温柔正常的女儿 但这个可怜的女人 不知 她的这个女儿 乃是天生练武奇才 她的丈夫 不忍白母女儿才好 私底下 被偷教女儿功 就这样 镇远将军府的 最强兵器完美养成 不要眨眼 这是一个男人 突然出现在骆小影面前 并和她母亲待人 英俊的面容 惹得蒲丛瞬间反水 二小姐也猛地扑向了男人 说起来 三女儿为什么会被换做二小姐 身一有算命先生断言 姑娘五行缺二 便与现在的三小姐 调换了排行 最后 食指相扣的两人会 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以为这两位是在谈恋爱 实则上他们却是母子深情 骆小影面对突然出现的 好大而满脸心疼 生怕她受一点委屈 一旁的小卢以为 来了个野男人 在勾引自家小姐 立马上去阻挡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骆小影一顿输出 小卢也不甘示弱 为了保住自家小姐的亲爱 命令陆静远离骆小影 骆小影却拿出了一张母子协议 直接给小卢整懵逼了 气得小卢直接怒吼 你又不是她亲娘 此时陆静突然抱住骆小影 声称他们的母子关系 是受法律保护的 并抛出了一盒消肿药膏给她 直接俘获了骆小影的心 陆静正准备给骆小影图药膏 可骆小影没看见的是 药膏上已经有了 使用过的痕迹 俩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骆小影看着陆静完美的 身材面红耳饰 赶紧转移话题 问陆静从哪得知 她受伤的消息 陆静微微一笑说到下巴门 要说这下巴门 可谓百年来江湖上 最可怕的组织 但凡这天下的事 甭管是面上的底下的 只要他们想知道了 就没有不知道了 他们经常用别人的秘密 进行交易 骆小影知道下巴门 并不是个正经的组织 认为陆静是花钱买来的消息 便问她是不是在下巴门做工 陆静身为下巴门门主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便承认了自己是在下巴门做工 这时 陆静突然从身后抱住骆小影 贴近她的脸 试探着问她不怕被利用吗 骆小影却愿意相信她 况且将军 最强武器的称号可不是白叫了 就凭陆静的小身板 还伤害不到她 但骆小影不知道的是 陆静对她隐瞒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仔细看 陆静想让骆小影把丫鬟赶出去 可迎来的却是一个大逼兜 原因是这个丫鬟竟然是陆静的行 骆小影把镶在地上的陆静拎了起来 惊奇地发现陆静已经不省人事 吓得骆小影直接给陆静盖上了手绢 一炷香后陆静缓缓醒来 不得不说 这样都没被骆小影玩死 我敬你是条汉子 陆静为恭贺骆小影成为武林第一霸主送了份贺礼 但与此同时也告诉骆小影一个惊天大秘密 但与此同时也告诉骆小影一个惊天大秘密 这武林中虽无过多乐门邪派 却也彼此敌视 其他门派正筹备要杀掉新盟主 也就是骆小影 然后另立贤主 因为此消息涉及武林机密 骆小影为了小卢的安全 只得将她送出门外 回头便一脸欣慰地夸其好 大而陆静关心娘亲的安全 陆静提醒骆小影此时 此刻的重点是她的生命安全 而不是在这里夸奖 可骆小影却嫌弃武林萌菜 八个人连她哥哥三脚猫的工作都看不住 陆静听后直接黑人问号 什么 她刚刚竟然说武林萌菜 你以为他们在谈恋爱 其实他们是母子深情 骆小影正在安慰好大而陆静 陆静却掏出一卷八千人名单 里面的高手都想要骆小影 骆小影听后 面露难色 默默拿出她爹掉军用的胡服 可以调动二十万大军 陆静沉默 骆小影以为不够 又拿出她叔叔的胡服 可以调动三十万大军 陆静再次沉默 骆小影一脸震惊 直接掏出家底 陆静颤抖着手问这样的胡服 她还有多少 骆小影翻开壁画 床单 盒子 好家伙 家里各个角落藏的全是胡服 小影翻开壁画 床单 盒子 好家伙 家里各个角落藏的全是胡服 都说郑远将军腾宠骆小影无下信 原来是真的 陆静拿起胡服定睛一看 这个材质貌似是巧克力做的 原来这些胡服都是假的 真的在骆爹的手里 因为骆家只有骆小影一个废物 骆爹怕他被欺负 就跟他将军朋友们约好要一起替他撑腰 因此他们每人送了骆小影一个专属胡服 所以兵还是可以掉的 不过骆将军是不是对废物两次有什么误解 对立拔山西气概式的骆小影一点十三数没有 仔细看 骆小影想用八十万大军对抗武林高手 然而陆静却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作为一个成熟的武林盟主 骆小影得让武林盟的所有人害怕他本身 而不是他父亲的军队 骆小影听后决定用祖传的 将军府生存手册之关系 获兵的一百个方法 自己解决问他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要为武林盟的掌门 每人准备一份特别的礼 但想了解武林盟那些掌门的喜好 却不是见仅单事 陆静一脸专业对口的样子 指着自己 想让骆小影问他 然而脑洞王骆小影却以为 陆静想让他麦子丘龙 然而脑洞王骆小影却以为 陆静想让他麦子丘龙 陆静听后气的想圣母 但最后还是决定 帮助骆小影打探掌门们的喜好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 骆小影被陆静迷得满脸通红 此时窗外突然传来信号 在召唤陆静 骆小影拉着陆静的一角 满脸不舍地问 如何才能联系到陆静 陆静转身摸着骆小影的发丝 随后拉开衣服 露出纹身 原来这是下巴门的标志 但凡有这个标志的地方 便是下巴门的地盘或联络之所 所以只要再将军府门外画下这个图案 便可以见到陆静 一个人坐拥丞相府大公子 和下巴门门主两种身份是什么体验 此人名叫陆静 乃是当朝丞相的嫡长孙 然而他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下巴门门主秦八爷 眼前的骆小影并不知道他隐藏的秘密 便与下巴门门主签订了母子姓 交谈中 骆小影得知秦八爷因在家排行第八 所以取名为秦八 如此草率的取名令骆小影心疼不如 他捧起秦八爷的脸 下定决心疼爱他 正在俩人相互依偎之时 骆爹突然敲门 吓得骆小影 赶忙把秦八爷推出门外 骆爹得知陆静欺负骆小影的消息 气不打一出来 揪起骆小影就要去找陆静 然而事实却是陆静撞阴在街上 就在这时太皇太后的意志到了 因骆氏二女骆小影 仗势行凶 当街撞倒丞相长孙陆静 特令骆小影入学国子舰女客 骆小影一家惊讶不已 这国子舰女客 是无数大家闺秀的梦想 太皇太后派骆小影去的目楼 难道是让她毁掉整个国子舰 自己的命运由抽签来决定 是什么台 落实家族为了成功获得太皇太后的幸福 打入敌人内部的同时 也能够完成保家卫国的途中 落实一名的幼崽们 在很小的年纪就要进行一轮先选的抽签 抽到异字的将作为将军府的政府继承人 培养长大 抽到恶字的 则必须贯彻纹子地败家族 成为家族的保护所 幼崽们都盼望到好人 偏偏落无印象当坏人去抽到好 祖父为了让落小影 也能抽到异 专门为他做了个抽签 祖父为了让落小影 也能抽到异 专门为他做了个抽签 但一身正气的落小影 拒绝了自己的孩子 他相信正义的孩子 运气都不得了 他相信错了 最终落小影得到了亡库子弟败家子一事 落小影本性善良 但现在却要用乐女身份 毁掉国子健 落爹落妈担忧不已 决定将落实传家宝 交给落小影 没想到是一本 我在国子间逃课不考的那些人 想必这是落爹的自传吧 此时 陆敬刚回到丞相府 换装准备去见祖父 祖父得知 陆敬与落小影 有肌肤之亲后 提起他要与落小影 保持距离 原因竟是陆敬 有未婚妻 入学第一天 就给自己的先生们一个下马威 是什么感觉 为了扮演好恶女 毁掉国子健 落小影入学第一天不止迟到 还必须要国子健的先生们 出门迎接 哪怕是在国子健 记者面前也毫不收拾 扬言要他们下马 自己才很胜死 让先生们都气得不行 国子健四门博士 上一秒还在数落落小影 下一秒就被他的护卫带走 消失在众人视线 不过别看落小影 两遍云淡风轻 实际上内心慌的不死 但装不下去也得装 毕竟他可是奉祖无书 谁也奈何 此时 落小影坐在原属于国子健 记者的位置 一边询问记者买糕点的进度 一边翻看记者的书 旁边的人不小心说漏了 这是前朝圣贤的孤本 落小影便假装要撕 就在此时路径 宛如旧星一般推门而入 结果反而却因为太激动 把事者撕成了 落小影此时也知道 自己闯下了大祸 但是为了保住人设置 而继续演习 而这是寿命去买糕点的 记者刚好回来 入境便立马上去 同记者打糕 甚至还要求其去 一同共享晚宴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 推延使用 落小影此时也知道 自己闯下了大祸 但是为了保住人 设置的继续演习 而这是寿命去买 糕点的记者刚好回来 落小影便立马上去 同记者打糕 甚至还要求其去一同共享晚宴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 拖延使用 可记者并不吃这一口 因为他带了最棒的肘子 给落小影吃 过了路径这一关 后面是三个瑟瑟发抖的仙子 他们想劝记者再出去逛逛 此时还没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的记者 还在邀请大家一起吃肘子 直到他捡起一本破破烂烂的书 陆镜见状赶紧拉着落小影 朝门外跑去 三位先生也是舍声取义 为他们电话 可谓是国子剑名师风范 注意看 这个男人刚当救了落小影一命 但他还全然不知 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设 落小影把陆镜的手甩开 又开始飙起了眼睛 可陆镜并不接戏 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落小影一看他的动作 总感觉非常熟悉 甚至好像就连他的脸蛋也在哪里 捧着陆镜的脸蛋仔细端向起来 陆镜还以为自己的义容术 被落小影识破 将柿子在一旁 看他俩如此轻易指的咳嗽提醒 落小影并又转攻将柿子那边 但陆镜这边仿佛又不高兴 此时的落小影 甚至还没意识到 这两位正在为他争争吃醋 最后 陆镜只得借落无印之名 让将柿子别靠落小影那么苦 此时国子剑内传来一声嚎叫 将柿子发觉情况不对 陆镜便告诉他 落小影撕毁了祭酒的孤本 随即二人带着落小影赶紧回忆 原来据说那书中藏有恶鬼附身在祭酒身上 倘若有人亵渎书本 那恶鬼便会出来血洗国子 但落小影表示 这些都不是事 但前提是他从桌子下出来 这话就更可信了 当男女主都有两个人是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此时这个女人不小心扑进了男人怀里 满脸羞红的她仿佛是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二人就这样互相尴尬地注视着对方 你们在干什么 真是不成梯头 随着呵斥生的方向看去 来者竟是国子剑负责女工课的白先生和阅理课的副先生 为了保持人设 骆小影立马搂住陆静表示 自己与陆静这是狼情惬意 实际上就凭陆静的点例子 怎么推都推不开骆小影 有的傅先生大骂骆小影不知廉耻 但他反而更加得寸进尸 开始挑逗起了陆静 但陆静知道 这都是骆小影为了保持恶语人设 而演的戏吧 看见这样不守规矩的恶女 两位先生已经气得牙痒痒 但骆小影却挑衅的 我看先生不一定比学生强 这下彻底激起了两位先生的好胜心 当即就决定要与他鄙视 鄙视内容就是白先生最为擅长的女 身为天下第一恶女的骆小影又岂能退缩 当即接下了挑战 陆静则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事情越来越有意思 大安第一恶女骆小影 竟要与国子剑女工大师白先生鄙视 而鄙视的内容正好就是女工 为了看完这出好戏 陆静仿佛也忘记了自己的人设一般 心中还按对位自己的娘亲姻缘起来 两个时辰后 双方都已准备完毕 白先生怕骆小影受到打击 便说起了些客套话 但傅先生现在却只想叫骆小影做人 于是一把扯下了红布 亮出的竟是一幅白鸟嘲讽 这真的是只要两小时就能秀出来的过不 但骆小影却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幅白鸟嘲讽图确实很强 但我这幅将士兵器 普遍先生又该如何应得 要是将士们没有这些武器保驾为 你我又如何无忧无虑地欣赏这太平盛世 陆先生刚想反驳 只见骆小影让侍女把刺绣翻到另一面 众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另一面绣着的 居然都是一些未来才会有的武器 此时骆小影缓缓说道 现如今火药已经被发明 在未来的不久一定会进入热兵器时代 所以我们要从此刻开始做好准备 但众人早已被雷的外交理难 就连侍女也听不下去 累了 毁灭吧 她是欺男罢女的大恩第一恶犬 也是可爱抱头的武林第一萌 白天刚解决完和国子健先生们的比赛 晚上却又被武林萌捕上了门 落小影醒了 看见副萌主立祥云沐浴在月光之下 还以为是自己梦见了仙女 但揉了揉眼就发现自己面前还有两张大 下一面副萌主就带着两个被打成猪头的弟子 对落小影道歉 但落小影对他们深夜私闯女孩攻防的行为 还是很生气 以至于差点忘了自己现在是抵替自己哥哥的身份 随后丽蒋云说明了自己此行的来 由于受到武林萌邀请 近期的大门派掌门会来拜见 所以需要落小影来警备的这些相关摘要 以防到时候出差度 你确定这些只是摘要吗 落小影看着这落又一落堆成小山的疏缘都要省 为啥当个武林盟主还要背书啊 依注香过后 落小影已经遨游在书本的海洋 久久不能醒来 为了叫醒落小影 不盟主甚至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超级无敌魔鬼辣椒 那个 要是想当盟主换个温和点的方法应该也可以吧 可爱爆表的武林第一盟主落小影 在经历被食人花眼 生吃超级无敌魔鬼辣椒后 终于准备好要去会见个大门派的掌 虽然背的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但气势不能丢 随后武林盟众人就在一室大厅 静候个门派掌门得到 但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 各派掌门也开始议论起来 这堂堂武林盟盟主若无印居然喜欢穿女装 但为了行动帮忙 落小影也只得牺牲自己哥哥的 此时落小影命令弟子给在座所有人分发礼物 副盟主还在疑惑里的是什么 打开一看才发现 掌门果然不紧在 可礼物刚分发完毕 灵溪宫的方掌门就狂访黑门进去 开始数落武林盟平时对个大门派视而不见 虽然落小影心里很不索 但也只能先请他入座 可方掌门却还是不依不饶 又开始嘲讽起武林盟准备礼物的前来路不明 结果众人打开一看 全都大吃一惊 方掌门的礼物 是一套他最喜欢的桃红色小裙子 旁边二人的礼物则是一顶玉刺的假发 和一瓶专制便秘的宫廷御运秘方 没想到这些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武林盟盟主居然全部知道 吓得众人瑟瑟发抖 然而这礼物实际都是落小影的那位好搭准备 所以大伙到底对这礼物买工 堂堂武林第一盟主 居然要求所有帮派交出自家18至20岁的美貌男子 这未免玩的也太大了些 就在刚才聚集在武林盟的个派掌门 收到了来自洛小影的大路 本想给个下马威 结果却被八路门门主带节奏说勾结下巴门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下巴门门主秦八爷就走到了他身后 吓得八路门门主是大气都不敢喘 但不得不说秦八爷是真帅啊 可看到秦八爷的洛小影 此时却拍椅子站了起来 大伙正准备吃瓜看喜 没想到下一秒两人居然牵起了身 可他们不是两个男人吗 居然还称自己娘亲 此时下面的人三观已经碎了一地 但的门主冷静下来一想 江湖上最恐怖的下巴门 都已经被武林盟收入囊中 想必这洛无印定是做大事的人 所以跟这样的人混不亏 但秦八爷为了试探这些人是否阳风阴违 便让洛小影给这些人找点试作 刚好洛小影想到自己哥哥洛无印失踪多年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场景 但就在此时将军府却来了急报 要洛小影立刻回国子见一趟 上一秒他还是万人敬仰的武林盟盟主 下一秒就变成了人见人怕的大恩第一恶趣 一听说国子见有急报 洛小影便立马换装 从武林盟赶了回去找自己 但结果跑到了基建 难道是地图画错了吗 没办法 看来只能自己找他 陆镜也是好奇他到底有什么事 便一路从武林盟回来随着此 结果一直到了深夜 洛小影还是没有找到地方 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遇见鬼坦 躲在树后的洛小影觉得 这样下去是办法 只能赶紧出来 听到动静的洛小影 还以为真的撞鬼了 吓得瑟瑟发的 结果发现居然是陆镜 不过敌洛小影已经害怕得不行 但他还是在努力维持人生 直到陆镜说要先走 洛小影才拉着陆镜的衣紧 用可怜的眼神看着他 让陆镜带自己一起走 但是男女瘦瘦不轻 于是陆镜找了根树枝 让洛小影牵着树枝的 就这样 二人在森林里不停地走 洛小影想到自己曾对陆镜 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但他却依旧不离不弃 虽然很感动 但为了洛家 还是得装出一副恶女模样 实际上心里带想 陆镜肯定很讨厌自己 但陆镜是帮洛小影 失去泪水 并不讨厌你 刚刚还在为洛小影擦拭眼泪的路径 下一秒 居然就被推到树上晕了过去 原来是因为月亮下 突然冒出了三个冒马如花的牡丹门故隆 据说在江湖上牡丹门 是只收集凭美男路邦 所以 他们觉得 洛小影在武林林匹的要求 是变着罚小战于他们 所以他们三个是来提点行动 但很明显 洛小影要准的人 应该不在他 但听完这话 如花三太子不干了 这不就是在说自己成功不好看吗 是超级武器冲了上去 准备砍离开的二 陆镜直接来了个英雄阵 用手帮洛小影把下了一领 明知三人身份的陆镜 为了保持人设 还是问起了他们的难力 但洛小影现在只想关注陆镜的伤势如何 可如花三太子依旧还在调性 这可就彻底把洛小影引用了 只见他三下五除二 刚才还满脸油腻的如花三太子 全部都被撂翻在地 陆镜一想 再这样打下去 怕是要出人命 赶忙上前停止 结果一不小心 被推飞撞树上晕了过去 碰巧陆镜的同学 带着敌放天性 吓得他 赶紧一些很酷的剧爆盖 此时洛小影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把陆镜给打昏了 不疑会越来越多的人 过来查看陆镜的伤势 此时的洛小影 白口莫辩 根本没有解释的机构 胡人们见情况不对 立马抬着他 拖离了人群 固然怕是要人设宫坏了 洛小影真不愧为大安第一恶女 不仅半夜偷看陆镜脱衣服 还当着国子健先生的面 在床上与陆镜缠绵 但这一切 其实都只是场误会 因为自从上次陆镜 替他挡下了一片后 洛小影就一直很内疚 便想趁着夜色 偷溜进陆镜房间 还送药 没想到 刚好就看见陆镜正赤裸上身 害羞的满脸通风的洛小影 直接用手捂住了眼睛 但是要凭掉到地上的声音 引起了陆镜的忧 洛小影睁开眼睛刚想通话 却发现 陆镜手臂的伤口 居然这么厉害 甚至现在还有一大堆血迹 他抓住陆镜的手 就大哭了起来 陆镜表示 这血迹只是自家的特质密药 想让洛小影赶紧放手 但由于泡得太近 他们的头发已经缠在了一起 但在这时 国子剑的先生也来为陆镜送药 所以当推门进去 就看见洛小影和陆镜在床上 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随后便生气地质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洛小影一听就知道被误会 但他想的是 不能再害陆镜了 必须赶紧起来 结果重心不稳 差点滑短 还好陆镜及时伸手抓住了他 可由于惯性的缘故 洛小影当着先生的面 直接趴在了陆镜身上 这下 怕是白口莫辨了 仅仅因为洛小影和陆镜走得太近 皇太后居然就要 他下着死婚 就在当台 国子剑的先生发现 洛小影居然把陆镜按在床上 仿佛图谋 知道自己被误会的洛小影 为了保持人设 依旧强装镇定的走出大路 看着衣冠不准的陆镜 先生担心 他是不是被洛小影威胁 陆镜穿好衣服后 却表示 并认为他发生任何事 反倒是怀疑 先生除了送药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时间来到几日后 洛振天去到了皇宫 给太皇太后请安 皇太后表示 最近洛小影和陆镜走这么近 是不是准备主头路了 洛振天只得赶紧解释道说 之所以他们有那么近 是因为洛小影要给自己出气 但皇太后依旧还是不依不仁 想让洛小影陆功为妾 洛振天一想 自己女儿要是进入后宫 肯定会受尽欺负 于是便当即下跪表示 胜利蓝图 因为当时洛振天在行军时 重伤被一个武林人士救了 洛振天便决定 将自己女儿配给她 可她要去昆仑山拜师学艺 要等她学成归来 才能完婚 虽然一听就像是编的 但皇太后并没有当面戳穿 而是给洛振天一个月时间 让她把那个昆仑山少侠带本 否则就下者赐婚 绝不允许落入王太阳 只因洛小影半夜去路径房间 给她送药时 不小心和她纠缠在了一起 结果第二天特别当成了 想要把王映上宫的恶务 被国子剑全体辞生的贴族 不过洛小影只关心 陆庭的伤涌了好了些 而就在此时 一个男人吊住了她 洛振天从一旁冒出来 向洛小影介绍她 这就是你的那位昆仑山少侠未婚夫 随后 洛振天就将在皇宫一系列事情 都和洛小影说了一遍 告诉她 这个未婚夫 只是用来应付皇太后的婚夫 洛小影看见面前做个温温而言 让她当未婚夫确实不错 就是比路径差别 但路径再好 也不可能来当未婚夫 为了不再胡思乱想 洛小影想回去换身衣服 再接着讨论这件事 结果一旁的这位昆仑山少侠 语出金融 表示想要和她一起换衣服 甚至洛振天 还十分开心的样子 这未免玩得也太大了点